林楊一個猛攻反拍回擊 強勢拍落了大魔王大陸雙塔 李俊慧和劉宇辰 林楊配即便開局不順 一路落後4分 但堅強實力最後鬥吃甘蔗 先以21比18逆轉 拉下首局 第二局繼續一路領先 拉開10分後 以21比12最終直落二摘金 讓大陸奧運的三連霸美夢 就此說再見 王麒麟一度球拍斷線 依舊視如破竹 球落界內得分 即便大陸在金牌點提出挑戰 林楊還是被勝利女神眷顧 迎演現世界內 只花了34分鐘就拍掉大陸 兩人仰天長笑擁抱之意 雖然錯過了招牌行歸姿勢 但林楊組合這一深情對望 好默契已經到盡一切 想互為對方掛上金牌 更是頭一招在奧運 讓大陸選手聽見中華民國國旗歌 破紀錄的不止這樣 林楊首闖奧運 就摘下中華隊男雙首金 更是我國奧運史上收面羽球金牌 不但追平2004年雅典奧運二金紀錄 目前二金二贏三銅棄面獎拍 更讓中華隊狂衝總獎牌榜第17名 踢那個青年共拍板 然後拜當中還要造個像給他 尤其是打到這個地方 所以我比較激動 他很棒 然後他也給我父親節最好的禮物 不只林楊雙霸超開心 苦手觀賽的家人們更是難掩興奮 兩人奪金後雙雙發文 王麒麟激動喊出 請大家告訴我這是真的嗎 我們真的做到了 李楊也感性寫下 唱著中華民國的國旗歌 內心感動無法言喻 兩人更是不約而同 直呼我們讓世界看見了台灣 林楊超狂組合 這回拍落大陸雙塔 用雙手寫下中華隊奧運歷史 站上世界之風 記者謝宏如黃玉蘭綜合報導